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本土98座城市几乎炸成废墟 炸死炸伤80多万日本人 日本不会无条件投降 中国或许早已被日本占领 中国人早已成了亡国奴 说中国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这只是中国人的意义而已 事实如此 难道我们不认为美国是中国的恩人吗 胡耀认为日本人占领不了中国 当年的北方游牧民族以少量兵力战胜中国超越他们几十倍兵力 却被打败的例子很多很多 元朝清朝中国人几乎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所控制 不要一说起 王国奴就暴跳如雷 今日齐国 楚国 燕国 韩国 赵国 魏国 西夏国的后代子民们 你们的国家现在在哪里 你们一个个不就是感觉很自豪的王国奴吗 谈起王国奴 试问天下老百姓 你是愿意被一个文明征服好呢 还是被一个个大小暴君统治好呢 比如今日的阿富汗 对老百姓而言 是成为美国管理的王国奴好呢 还是让本国人塔利班统治好呢 天下老百姓当记住 王国 只是换了一班统治你的人马而已 日月当头照 青山依旧在 对老百姓而言 谁能让你们安居乐业过上开心 快乐 自由 幸福的生活 谁就是你们的救世主 谁不让你安居乐业 不让你过上开心 快乐 自由 幸福的生活 谁他妈就是王八蛋 二 想想 今日中国的医疗机构是谁带来的 是谁给中国创建了现代化的医院 告诉大家 是美国人 难道美国不是中国的恩人吗 三 想想 今日中国人的子孙后代所享受的学校教育 这种文明现代的学校体制是谁在中国开创的 是美国人 难道美国不是中国的恩人吗 四 看看近代及当代中国的好多杰出人才 那大都是美国给培养出来的 即便今天 美国还在为中国培养着上千万的人才 难道美国不是中国的恩人 中国人不能恩将仇报 不能忘恩负义 那是要守天前的 说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简直是颠倒黑白 美国到中国的土地上来杀人放火了 美国占领过中国的一寸土地 说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是强权霸道 请问 美国的汽车到中国要征收40%的关税 美国对来自中国的汽车征收27.5%的关税 现在 美国人要求中国征收与美国同样税率的关税 这种要求过分吗 你到我家来 我只收你5元钱门票 我到你家去 你却要收我8元钱的门票 现在我要求你 要么大家都不要收门票 要么收同样数额的门票 这种要求不合理吗 人家只是提出一个公平的要求 我们就认为他在欺负我们 到底是谁在欺负 谁谁在欺骗谁 顺便谈几个现象 中国的精英们把财产和子女大都转移到美国了 为啥 因为在中国财产得不到保护 所以他们要转移走 北大清华去美国的绝大多数学子 都留在美国 不愿回到中国了 为啥 因为来中国发挥不了他们的才华 不仅学无可用 弄不好 还要被批斗挨整 毫无锦绣前途渴望 他们干嘛要回来 中国的许多高官和名人们 加入了外国国籍 为啥 因为在中国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 世界上有难以计数的人 哪怕费尽周折都往美国跑 为啥 因为那是让人们向往的地方 骂美国的人很多 他们是些什么人 答 他们都是些穷困潦倒的傻逼洛夫 和傻逼洛娃们 和嘴上骂美国桌子底下 偷偷往美国跑的骗子们 睁眼看看百年世界变化 凡是跟着美国走的 都成了发达国家 人民都过上了幸福生活 凡是跟美国对抗的 一个个都在衰落 都在走向穷途末路